現在我們來玩一個貓抓老鼠的遊戲 2 1 OK 出發 我們有稍微拉近距離 要多衝一點啊 不然五分鐘一下就被追到了 我心臟不行耶 耶 終於可以外騎了 我們好久沒有出來 台北已經連續下雨應該快一個月了 一個月嗎 感覺很久 感覺超久 那你最近有沒有認真訓練 有啊 因為你的減肥計畫推出之後 算是大家矚目程度非常高啦 大家都非常關心你 我看留言每個字都非常溫暖 有人私訊他參考的書籍 然後一直拍照片給我看 而且各種推薦你 就是他打了什麼筆啊 沒有效果要運動或什麼 我跟你講你這個沒有好好減肥 真的對不起大家 但每次在家訓練應該偏無聊啦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把訓練做的遊戲化一點 等一下我們來玩一個貓抓老鼠的遊戲 就是我們現在人在前走玩 那我今天也就是先在車表當中設了一個路線 大概是15公里 那等一下在15公里的過程當中 我會先讓你3分鐘 這樣不夠啊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3分鐘不夠啊 不夠啊 才15公里耶 你骨骼驚奇耶 好啦那先3分鐘 那不然我們等一下看狀況 如果我們精算一下 搞不好讓你5分鐘也是有可能 我們現在手拿的這一隻呢 是Brighton所最新推出的AS800 那它最新的功能呢 就是這個Groove Ride 對 那我們等一下在這個群組約騎當中 你出發5分鐘之後 我就會看到地圖上 你看現在已經有哲瑞Jerry 然後上面還有你的名字 因為現在還沒有就是按開始 所以它還沒有定位 那開始之後呢 等一下這個路線的這個位置 就會開始越來越遠 那我等一下就會看著我的車表 然後來看一下跟你距離多遠 在15公里當中想辦法追到你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沒有一起騎 沒有那種溫馨的 待會出發之後就是想辦法追到你 這樣騎起來很緊張耶 那個車表上面又看得到它追得多近 那當然也不是沒有好處啦 因為如果這次的訓練啊 你可以在15公里沒有被我追到 我相信對體能來說 應該也是進步了一大幅度啦 所以我們就再幫你升級一下車子 好不好 上一集有人一直敲碗 我們去騎哪裡 什麼升級 說對你的輪組啊 一直在那邊太重騎不上去 所以我們這一集 如果你成功挑戰15公里 沒有被我追到 輪組的部分啊 不猶豫了 直接幫你升級下去 自己選嗎 沒錯 好喔 好話不多說 我們等一下準備開始 聽不懂的所 今天受邀來參加 Brighton新品發表會 這是特別場 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陣容 全部都是黃金級的 劉姥姥敬大官員 全部都是YouTuber大聚會 天啊 這等級太高了啦 第一次 你看你的那個100K挑戰完 拿到車表之後 馬上就來參加這種 這個是機皇等級的新品發表 前面的選手都剛比完賽 現在還輕輕鬆都在騎 然後你在後面傳傳這樣 是怎樣 重點是 這麼傳傳回來 麥克風還給我裝反 你有沒有麥克風朝下 他剛剛弄到了 好吧 等一下我們今天就是 預計一起參加這個 Brighton的新品發表會 然後我們會體驗一下這顆 S800 全新的車表 加油 可以可以在路上 現在有點崩潰 雨有點大 我們在一個小下坡 轉彎處等他 好慢喔 真的是 超慢喔 好久沒有下雨騎車了 真的 沒有那個技術不好 不太敢再下雨騎車 喔 不好意思 偶像登場了 超慢 你好慢 我們就讓你先出發 好 想一想 直接讓你五分鐘好了啦 試機一點 讓你有機會可以升級輪組 好倒數 3 2 1 GO 5分鐘 現在計時開始了 他已經出發了 現在才過10秒 我來看一下現在他的位置 喔 有沒有看到 風機手已經出發了 他現在是冠軍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跟他講 講一下話 騎慢一點等我 他那邊等一下應該就會收到我給他的消息了 他那邊等一下應該就會收到我給他的消息了 要多衝一點啊 不然五分鐘一下就被追到了 現在在這個潛水灣的起點 時間才過了兩分鐘 但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個S800是蠻有特色的功能 就是 因為騎乘當中你可能很難用手機按啊 講話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錄音 然後我例如說我這樣按 錄音 不要騎太快 我等一下就來了 然後他就會自動讀取我剛剛講的內容 不要騎太快 我等一下就來了 打勾 他就會直接傳送給他 所以這就是一個騎車當中 算還蠻方便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真的 在騎乘狀況 有遇到什麼問題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跟你的車友溝通 當然前提是 你們都有加入這個群組約騎的功能 好 我們看一下時間 他已經出發了 2分50秒了 所以大概剩下2分10秒左右 等一下我的目標 因為出發的前面啊 算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起伏 所以前面我會稍微保守一點 那在平路的路段 用我瑞克多的平路續航表現 來想辦法跟進他 OK 我們就等時間到 準備出發 我很怕他等一下上來了耶 而且其實這段 就算自己輕鬆騎 這個上坡有時候 我每次都覺得有點吃力 還記得第一次騎的時候 是完全插不動 應該快來了 好可怕 目前已經過了3分50秒 剩下一分鐘左右 看看 可以用車表看他騎乞的位置 你可以往後拉 有沒有 他已經騎到這個位置了 準備彎進來 然後繼續走 還騎 所以他算還蠻快 距離我跟他的位置 已經 有點遠了耶 好 倒數最後的一點時間 現在時間 已經 4分20秒了 4分20秒 其實有點緊張耶 滿怕我追不到他 因為只有15公里 其實路線距離還蠻短 準備 9 8 7 6 5 4 3 2 1 OK 出發 GO 出發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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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剛出發 已經可以看到 紅底索領先我大概1.8公里左右 現在要輪著 才剛出發 不久而已 我們有稍微拉近距離 剛剛一開始跟他的落差 大概有1.8公里 可是因為 5分鐘的距離 他跑了快2公里 也算是還蠻正常的 但是剛剛一出發之後 就遇到紅燈 所以 就多停了一下 現在跟他的距離 大概是1.4K 1.4公里 距離還有1.1公里 我們來看一下 跟他的距離 他現在人在這裡 我在這裡 大概1公里的路段 以現在這樣環上的狀態 算是 還有機會 因為距離已經慢慢拉近了 他從1.8K的優勢 現在只剩下1公里而已 所以我們就 慢慢的消磨他 因為我們的終點距離 單趟大概是15公里 現在只剩下 9公里左右 9公里的里程 縮長不長 縮短其實也不短 所以 還是不能放他跑太遠 不然會追不回來 OK 努力跟上他 我們現在跟縫底座的差距 從剛剛一出發5分鐘 大概是1.8公里 現在只領先我700公尺了 但是里程 剩下8公里左右 所以我要想辦法再 等一下的下坡跟平路路段趕快追回來 現在里程又來到1公里了 所以他現在正在經歷下坡路段 剛剛的700公尺 你現在把我拉開 他現在均速35 還蠻厲害的 連均速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裡有個功能還蠻厲害的 如果你先輸入地圖 他可以跟你講 等一下是下坡 所以等一下我就可以 稍微追一下進度了 剛剛腳擺水那裡 差點衝不上去 很喘 踩不太動 剛剛我看了一下地圖 現在距離他大概200公尺 在前面這個上坡 坡底的地方 等一下 我們的策略就是 慢慢頭頭摸摸的跟上 然後在最後把它刷卡 讓他那個 可以準備更新輪組的這個心情 從天空跌到土底 好 我心臟不行了 我休一下 我休息一下 心臟有點 握合不掉 我休息一下 我們就來看他到底現在又是 什麼策略性評下 到底又有什麼問題 怎麼了怎麼了 我都把我的車借給你了 心臟跳太快很不舒服 你又沒有什麼 心臟跳很快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啦 我都把我的車借給你 我剛剛 心理壓力加上 嘴感的那種 緊張感 就那種天生的毛病怪 就是 怎樣 你剛剛怎麼樣 你剛剛一直在 看著地圖 你有在看嗎 有啊 你看得到我跟你的距離嗎 剛剛看不到 因為有點 後來就有看到了 就很近啊 是嗎 一下就追到了 我剛剛一直在 策略性的在你後面 想說 我要偷偷的 讓你看得到我距離跟眼睛 但是一直不追過你 然後在最後再把你刷卡 結果你現在自己先跳車了 其實距離 等一下我們的折返點 只剩下4-5公里 還滿近的 只剩5公里 對啊 你都已經放棄了 可是 我等一下掛掉怎麼辦 沒關係這樣我們還可以拍一集 告別式啊 不行啊 我告別式的影片不夠長啊 不會啊 你的作品已經夠了 不夠不夠 你的生平經歷從那個 93-89 結束 蛤 蛤 蛤 不輪住 欸這功能這麼好玩 結果你竟然一敲被我追到了 很不有趣 我已經從3分鐘變5分鐘了 可是 跟我以前是 只有到那個 到牛排店前面 我就keep it being 直接摔東西走了 直接搭建設回家 這是進步了 已經到這裡了 不要幫自己找藉口 再進步了1-2公里了 好 雖然已經挑戰失敗了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減肥計畫也是重點 等一下里程大概剩下4-5公里而已 我們就一起騎 然後把最後這段騎完 還是讓訓練量累積一定的距離 好 出發吧 GO 提達終點 原本我們的終點就是在這邊 我本來非常期待 我在最後可以這樣沖線刷過你 然後讓你那種二丸的眼神 幹我的輪組 結果你中間就是自己先跳車了 因為我真的有點受不了 不太舒服 心臟偏弱 好啦 那今天重點啊 你覺得這顆車表體驗下來 跟你自己以前可能騎車的時候都沒用車表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重點是安全感 因為像之前我們其實有體驗過一次 就是群組約騎 對 然後再加上這次的體驗 其實就是感受上最好的就是 他那個地圖上可以顯示你自己的位置 跟你夥伴的位置 那其實像我今天如果先出發 然後哲瑞讓我五分鐘的話 過了十分鐘 如果哲瑞還是沒有追上來 我就知道他可能摔車了 沒有但你剛剛的狀態是 你一直看著地圖 然後自己在那邊緊張到心跳太快 這是你剛剛的狀況 因為我擔心的是 你現在要追上我了 但是我之前以往經驗 當然是大家都在我前面 然後我知道大家離我多遠 我還要追多久 所以如果換個方式 這樣的方式對人家就很安心 但除了他群組約騎 他還有一個導航功能 其實你這樣在前面應該是不知道路 但他有一個頁面一直跟你講 箭頭要往哪一條 我就知道哪裡騎不會錯 所以這個導航功能也算是非常方便 重點是我覺得最喜歡 就是語音辨識 因為其實很多車表都要用手動輸入 或是用手機來控制 但他這個語音辨識 直接連結就是Google的App 所以他的這個辨識程度 算還蠻清楚的 在出發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收到那個訊息 我就講說我要出發囉 其實他語音辨識還蠻精準 所以像你的隊友一直跟你講幹話 你時間過得很快 你不會覺得太累 重點是他最厲害的 就是這顆車表的續航表現 來到36個小時 因為他這次升級了全新的螢幕 那這個顯色系統 在太陽下 其實在很強烈的太陽下 他反而會更清楚 那在晚上這個反射效果也很好 所以其實看起來 真的是表現很棒 那續航表現 夠你去騎雙塔 36小時 以你的程度 現在應該要36小時才可以完賽 這個都不用帶行動電源 沒錯 直接一顆就來回了 好啦 講了那麼多 這顆S800已經全新上市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車表也分享進去 趕緊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我們要繼續練車回去了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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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